柔道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张的千 最近一句若命运不公 就和他斗到底 着实把我这个人都点燃了 而李爹爹精心准备的换命符 居然让我也不知不觉 沙子里敬眼睛了 小妖怪们 你们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吧 没错 哪吒 带着感动啊激动啊 和一股脑子燃尽 我拿起哪吒就冲进王子峡谷 然而现实却是这样的 这样的和这样的事 回想起来 哪吒自从调整了一技能的施法手感后 就再也没有改动 在如今这个防御塔伤害爆表的年代啊 哪吒只要冲塔 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 即使没有塔 那缓慢的飞行速度 也能让敌人有足够的时间集结起来 把哪吒一顿暴揍 加上在一次次版本更新中 削弱的暗影战斧和过军 如今的哪吒 仿佛真的跌进了版本的深渊 被射手们暴打 被战士们按在地上摩擦 被法师们瞬间蒸发 可能这就是哪吒的命啊 不 若命运不公 就和他斗到 若把门气窝 我就偏要逆版本而行 既然边路走不了 我就去打野 既然战俘已经不再合适 那我就拿起新的武器 在经历了无数场 头被捶烂的失败后 我终于摸索了一套 逆版本而行的打野哪吒玩法 话不多说 上出装明文 五狩猎五夺岁 十阴眼三无双 两红月五霍元 出装 追击刀锋抵抵抗之靴 无尽战刃冰痕之物 反伤刺甲破军 尤其后期卖掉打野刀 换复活甲再换冰刀 基础操作你们懂的 当然打野哪吒并非我头脑发热 一时冲动而诞生 而是有他的道理的 首先哪吒被动自带真伤灼烧 一技能命中每一个目标 会提升哪吒6%的移动速度 最多可以提升30% 哪吒打野转点时 利用一技能加速和被动真伤灼烧 打野速度近比韩信李白等刺客打野略快 仅次于盘古云中军 到事后哪吒就可以开大 近距离冲锋发起gank 注意反托方向键将敌人回向顶 形成第一段控制 接下来利用二技能的两次小跳 形成两段小控 配合队友很容易形成击杀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小细节 大招尽量在蓝buff还在身上的时候丢 利用蓝buff的减CD效果 能大幅增加哪吒 在一局游戏中使用大招的次数 对比边路哪吒不做冰心 就丢不出几个大 打野哪吒有蓝buff就可以随便乱丢 没事看个视野也行 非常舒服 那其实哪吒打野有着强大的支援能力 过去我们玩边路 总抱怨打野不支援 打野不干 但哪吒打野只要线上打起来了 哪吒都有能力后手入场加入战局 相当于每条路都蹲那个哪吒 飞就完事了 对于喜欢反野的敌人 哪吒也是表示 欢迎来我家野区做一做 大招一开 看到有人在自己家野区草丛喝茶 冲冲冲冲 几方队友必然过来把敌人团团包围 因此对面想踏进哪吒家的野区 要么抱团来 要么留下尸体 然后在当前版本 由于野区经济改动和兵线经济的调整 想要发育的话 那就得吃点线 对于打野哪吒来说 野线防御塔通通都得要 打野刀鞋子无尽后 旧壳化身魔童 大招冲谁谁死 注意两点 一开大起飞后 敌人如果开始往后拉走位等你落地 就必须放弃此时冲锋 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对方C位 但有的时候 并不一定需要把目标放在对面的C位上 哪吒是可以跳车的 当我们冲另一个目标时 也可以利用跳车来接近敌方的C位 这样对面的C位就觉得冲的不是自己 反而不那么警觉 落地后2A12A 有机会就带走他 那释放二技能也是有三秒减伤的 而二技能跳到背后的特性 可以让我们规避很多正面施法技能 卡好时机跳到敌人背后 利用平A输出 三秒后再释放第二次二技能的话 可以维持六秒的减伤 利用这个检查 哪吒可以和孙策凯爹正面一战 还是相当有实力的 好了 逆版本而行绝非易事 但打野哪吒确实可以逆流而上 乱世中求存 不过游戏虽然好玩 却一定不要忽略家人 因为只有他们 才会为你求那珍贵的换命符 王者尽头谁会疯 一遇大神都得懵 我是张大仙 我们下期再见 虎牙688 每晚七礼拜 咱们不见不散